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选人谢国良赢得胜利 谢国良感谢基督市民给他一次服务的机会 他会每一天都很努力的来为基督市民服务贡献 现在这场选战终于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上帝 因为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在这一路上 他是给我最大的支撑 最重要的一个我最重要的依靠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诚恳的贵谢一下 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 谢谢 再来 我最谢谢的是我们所有的基隆的市民朋友 他们的肯定 他们的支持 还有我的团队 包括我们在长所有的这些至亲好友 今天这一场胜利 是属于大家的 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未来我也会用世民的仆人 上帝的仆人这样子的心境 好好的去做我每一份 我该尽的义务跟该做的工作 居龙市长 谢国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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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谢小爱妈妈 小爱妈妈在这个 她很害羞 要不要跟大家说解决 谢谢 谢谢 她很害羞 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因为她作为我的后盾 然后我能够很安心的往前冲 能够很安心的在第一线 努力争取大家的支持 所以谢谢她 我也要谢谢小爱 各位都知道 小爱出生了以后 我面对了很不一样的人生 回头来看 这些都是我的祝福 这些都是我的养分 小爱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了解到 我觉得我这个人生 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来做 还有更多 基隆 两万一千名以上 需要我们关心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跟他们的家人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我在这边 她在家里我没有带她来 我今天早上带她去投票很开心 因为这个是我 这一辈子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 可以带小爱去投票的机会 那谢谢小爱 我希望这个爸爸要更努力 不要让他失望 最后也谢谢大家 谢谢 恭喜 谢哥良 谢谢 恭喜 谢谢 媒体朋友 谢谢我们要去卸票了 我们要去卸票了 谢谢大家 另外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以两万多票的差距落败 联佑昌八年的政绩 无法完全转移 蔡世英强调是自己努力不够 让支持者失望了 未来会在立委职位上 积极为金融市民争取更多福利 谢谢 晚上六点多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与夫人蔡侨婷出现在竞选总部 以深深的一举功 向现场支持者表示感谢 蔡世英强调是自己努力不够 辜负了市民朋友的期待 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我只能说是自己努力不够 辜负了我们市民的期待跟期望 那自己努力不够 没有其他的理由 就是自己努力不够而已 那所有我们的竞选干部 都非常的认真 所有支持我的市民 我都非常的感谢 蔡世英也谢谢每一位支持他的市民朋友 让出生基层的他 有机会从立委助理选上市议员 再当上立法委员 更有机会参选金融市长 在他人生的旅途上 他非常的感谢与知足 对我来讲从有一个机会 基层出生 然后让基隆市民 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让市营有机会从立委的助理 担任议员 担任立委 到这一次来参选金融市的市长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 我已经非常的感谢跟知足 所以对我跟我太太来讲 除了感谢基隆市民 这段期间 这一阵子给我们的努力 的照顾之外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言语 能够来形容 那我只能说 自己努力的不够 做的不够好 那没有办法 得到更多的市民给我们支持 这边也要预祝我的对手 期待他未来的四年过程当中 能够带领着基隆 继续往前进 让基隆不要走回头路 那也恭喜我的对手 那当然除了我的对手之外 有另外几位候选人跟市营一样 没有机会能够当选 我想我们都大家 彼此互相勉励 大家都为了基隆好 基隆加油 虽然市营没有机会胜选 担任下一阵的基隆市长 但是我在这边 还是非常感谢基隆市的市民 愿意给市营 这个参选的机会 随后蔡世英与夫人 登上竞选宣传车 向市区所有的市民表达感谢 最后回到竞选总部 以握手与拥抱 感谢所有竞选干部与工作人员 有支持者高喊四年在战 现场气氛温馨又哀伤 加油 加油 这一郎会更好 谢谢 谢谢 世界后再听你 谢谢 蔡世英最后强调 他会继续做好立委该做的工作 继续为基隆市 未来发展与市民福利努力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而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昨天进行全市扫街 谢票行程 除了再次表示 要当基隆市民的公谱外 也肯定基隆市长林又昌 八年的施政成果 强调好的政策将持续下去 部族的部分则会加强 他也喊话要林又昌及蔡世英 携手合作 一起努力 让基隆更好 一大早 基隆市长当选谢国良 马不停蹄 坐上竞选车辆 与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 吴国胜展开全市谢票行程 出发前 谢国良特别感谢基隆市长 林又昌八年的努力成果 强调好的政策一定会延续 在这八年期间 我知道他非常的努力 想帮基隆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那我想跟他说的就是 很感谢他为这个基隆 所做的很多奉献 那所有这些好的政策 我都会延续下去 不会刻意说去抹灭他过去的努力 但是我还是觉得基隆 仍然是在几个领域上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所提过的 就业啊医疗啊等等 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那在这方面 我也会开始着手 好好努力的来进行 谢国良也向所有竞选对手致意 他更期待与立法院蔡世英 攜手努力 为基隆市民向中央争取更多福利 谢国良也相信 只要是对基隆市民好的 他与林佑昌及蔡世英三个人 都会乐于一起完成 他是基隆市唯一的 一席立法委员 所以我作为未来的市长 我也非常期待 能够跟他一起 攜手努力 来为基隆民众 争取更多的政策 那他在这个竞选过程中 有提出好的政策的部分 我一定会认真地参考 那他如果有对市民朋友有些政见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同完成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时间比较赶 我想对这个林市长跟蔡委员 表达这个感谢 并且期待能够跟他们两位 共同攜手来努力 我觉得只要是为基隆市民好的 对基隆市民有帮助的政策 我相信我们三位都一定会 乐意的一起来完成 谢国良也再次强调 自己想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市长 要做人民的公仆 希望透过自己的信仰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市民 我认为基隆市有很多的朋友们 是很需要关怀 是很需要被帮助 所以我会努力的再继续 我寻求我信仰上面给我的协助 我想做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市长 一个很虔诚的公仆 然后也是基隆市民朋友的仆人 我想好好的为大家做事 对于议会部分 谢国良表示 自己一定会用最诚恳的态度 争取与在野党及无党及议员 沟通的机会 取得最大的共识 让基隆越来越好 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我们的议会一定是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而绝对不是说 用政党来论定所有的政策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 我有哪一个政策 12席的民进党议员 一定会全体反对 只要是对市民朋友好的 甚至对青年朋友好的 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反对 我一定会用最诚恳的态度 来跟我们所有在野党 甚至无党籍的朋友 好好地来沟通这个政策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谢国良以9万多票胜选后 外界对他提出的 送7年电动机车的证件 如何执行 相当关注 对此谢国良证实 已经邀请前交通部长 叶匡时担任召集人 筹主电动机车采购小组 针对经费的部分 会尝试纳入 112年的市府预算 不过113年预算 一定会编列电动机车 这项证件一定会兑现 以9万多票拿下 金融市长宝座后 外界最关注的是 送青年电动机车证件 何时实现 对此金融市长当选人 谢国良表示 将邀请前交通部长 叶匡时担任 召集人筹主电动机车 采购小组 寻找合适的电动机车厂商 并确定纳入 金融市政府113年预算 谨速兑现证件 今天就会实现我的诺言 打电话给叶匡时 叶前部长 请他来担任 我这个电动机车小组 采购顾问 这个成员的 召集人 请他帮我组一个 人数刚好 能够有效 要讨论决策 这个政策的一个团队 那我会尽快努力的 来完成这个评估 我们知道113年的预算 一定是可以编列进去的 但是能不能够去放在 已经编列 而且已经议会通过的 112年的预算里面 这个就有待 我们来讨论 或者去思考 不过谢国良也强调 这是要做志工服务 才能领取 欢迎符合资格的 青年朋友报名参加 让基隆成为 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想做公益的朋友 请再来跟我们联络 想帮助弱势朋友的年轻人 请跟我们联系 我们很乐意的 未来一定要提供 一台免费电动机车给他 同时请他来帮助弱势朋友 至于经费部分 谢国良表示 会从增加税入裁员来着手 实现选前规划的 四年编列15亿元经费 逐年送青年电动机车计划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 是要有更多的税入 更多的税收 那我自己也会开始积极盘点 过去到现在 金融市还可以有更多 哪一些方面的税收 跟多余的收入 这个是绝对做得到的 那我一定会努力来完成 记者张奇腾金融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现任暖暖区市议员林敏轩 在这一次暖暖区四人抢三席市议员中 得票数7107票 全市议员中第二高票 另外得票率38.69 是全市议员中最高的 对于乡亲的支持和肯定 林敏轩特地接同家人 向暖暖乡亲们谢票感恩 强调未来四年会继续努力打拼 现任暖暖区市议员林敏轩 在这次暖暖区四人抢 三席市议员选举中 得票数7107票 高票当选连任成功 得票率38.69 是全市议员中最高的 得票数则是全市议员中第二高 对于乡亲们的支持和肯定 林敏轩特地协同太太 以及爸爸妈妈 向暖暖区的乡亲们谢票感恩 强调未来四年会继续为自己的家乡暖暖来打拼 那首先呢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暖暖区 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朋友们 给予敏轩机会 那在让敏轩在这一次的基隆市议会 第20届的市议员选举 第六选区在暖暖区 敏轩得到了7107票 那也是本市得票率第一 以及本市的第二高票 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的支持 那更加感谢呢 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太太 以及我们整个竞选团队的努力 那我们一起用心经营 然后这四年来也获得了乡亲的肯定 那敏轩在此也非常非常感谢 各位乡亲好朋友 在这一次 有7107位的好朋友 把票把希望寄托在敏轩身上 那未来呢 四年我会继续努力 感谢所有好朋友 给我四年继续服务的机会 那我们一定会用心打拼 为我的家乡暖暖 继续服务继续打拼 那感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恩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在中山区八席抢四席中 得票数是5778票 拿下第一连任成功 现任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在这次中山区八人抢四席市议员中 得票数5778票 拿下第一高票当选连任成功 对于乡亲们的支持和肯定 张炳君特地向大家谢票感恩 强调未来四年会继续为自己的家乡 中山区来打拼 在这四年来其实非常非常的认真 召过我们中山区来去打拼 来去努力 所以其实这一次 11月26号 平均用第一高票 当选我们中山区的事业 代表我们中山区 所有人的顶鉴肯定 大家订队 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榜票 我也会继续 依照我爸爸这种认真打拼的心情 继续的为中山区来努力 大家说好不好 当然 还是要感谢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但第一个要感谢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的父亲 我的张锦黄 我爸爸 给你爸爸掌声鼓励一下 是为陪着我一起打拼 那我爸爸是为我最好的帮手 那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讲的 一人当选 两人无物 那未来的话 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努力 当然我也会让我爸爸 继续要成为我爸爸 觉得骄傲的一个儿子 所以我会继续打拼 未来不管是我们中山区也好 或者是基隆市也好 我觉得会成为我爸最大的骄傲 大家说话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以新人之姿 首度出马 角逐七堵区市议员的曾宜芳 在这一次七堵区六抢四中 得票数6109票冲出第一 对于七堵乡亲们 愿意给新人这么大的支持 和肯定 曾宜芳由衷地向大家感谢 未来四年会努力 为七堵乡亲来打拼 以新人之姿 首度出马角逐 七堵区市议员的曾宜芳 在这次七堵区六人 抢四系市议员中 得票数6109票 冲出第一高票当选成功 对于七堵乡亲 愿意给一位年轻新人 这么大的支持和肯定 曾宜芳由衷向大家 谢票感恩 未来四年会竭尽全力 为七堵乡亲们服务打拼 非常感谢我们七堵的 相亲好朋友 让一方能够当选 这一次 基隆市第二十届的 市议员 那一方非常感谢 我们市民朋友 那因为一方之前是 林优昌市长秘书 也非常感谢 旧康市长 还有我们七堵的全民 能够给一方这一次的机会 那未来一方一定会 用这市民的时间 好好来为地方打拼 为地方做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11学年度 基隆市学生音乐比赛 继乡土歌谣比赛 一连五天 沉积出炉 各校团队及学生超过千人 摩拳擦掌 争取参加全国赛 挥别疫情 学生音乐比赛 重登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演艺厅 各人及团体组 共计1468人 各校音乐好手 同台较劲 展现比雨声 更澎湃的声音 秀出最好的自己 一场美严 想起飞 又起下的家 阿娘为 建的国中打击乐合奏 即管乐合奏 拿下试赛冠军 将前进全国赛 另外基隆高中私足 室内乐合奏 团队配合默契绝佳 精彩表演 震撼全场 一样代表基隆出战全国赛 一年一度的音乐跟师生的乡土歌要比赛又回来了 尾葵了两年 我们终于又回到演艺厅 那师生呢 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过去两年 我们都在各个学校的小演艺厅去进行比赛 那今年可以再回到高规的演艺厅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今年因为疫情比较趋缓了 所以我们的队伍数跟参赛人数也都回来了 今年有高达1500位的参赛选手 那也都为了争取最高的荣誉 可以代表基隆市去出赛 我们明年的全国的比赛 那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师生 为了拿出最棒的成绩 然后展现最好的自我 学生音乐比赛成绩出如 各类组的第一名 共计团体组30队 个人组29人 将代表基隆市参加明年3月的 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及4月的全国学生乡土歌谣比赛 祝福代表基隆市的选手们 都能玩得开心 正线最好的自己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火车站一间电玩店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客人暴毙意外 快来关心 网卡内监制器 右下角拍到 一名男子整个摊在椅子上 手上的饮料都快倒了 网卡电源看到 上前把他叫醒 没想到怎么摇都没反应 立即打电话报警 这起离奇的暴毙意外 发生在周日凌晨4点 基隆火车站旁这间网卡店 男子是这间网卡常客 常年都在这里玩游戏 但最近突然暴瘦 走路也开始驼背 但却突然猝死 男子已经全身僵硬 毁天罚术 只是好好一个人没有外力介入 为什么突然猝死 犹带检警后续厘清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正名国中的理化课程 使用5G通讯搭配VR 由网主任撰写教案 再由研发团队转化为VR教材 让学生边学边玩 课堂变得好有趣 面对5G通讯的新时代 该如何应用于教学现场呢 正名国中的理化课程 使用5G通讯搭配VR 让学生边学边玩 让课堂变得好热闹 正名国中为5G新科技学习 示范学校之一 以自然领域为基础 结合校本课程发展 计划由教育部建制的VR教材库 教育大师级入门 展开了正名国中 导入应用VR教材的历程 再加上海大资工 徐日生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 以心理徐境制作VR练工房 化学元素历险剂 学习物质的基本结构 以延展实境制作特征方程式 学习人工智慧 将这两项研发成果都将提供给 正兵国中的师生们来使用 正兵国中林世杰校长表示 学校刚导入这个VR课程 我们单纯是VR教材的使用者 但是光这个使用的部分就占据老师很多的时间 那索性海大苏教授的团队的进驻跟协助 透过不断的会议讨论的过程当中 然后而且是入校的协助 让老师从教材的安装跟使用都能够进入加进 然后让整个教学的效能跟备课的效率都能提高 海大与正兵国中研发的课程取名为炼工房 化学元素历险剂 经由正兵国中王妙涵主任负责撰写教案 再由研发团队转化成为VR教材 教材以国中八年级的理化物质的基本结构作为开发主题 VR教材将原先的课程内容加深加广 除了能操作现实中不易操作的实验 增加学生的体验 启发学生的研究精神之外 亦能透过游戏剧情等互动方式 引导学生完成指定学习任务 以提升理化的有趣性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到 上课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影片 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会比一般上课还比较好玩 他就是可以帮我们把实验过程要呈现出来 特征方程式其概念为提升学生对人工智慧的概念 希望透过AI教具 为学生提供搞乎动性的虚拟学习环境 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给予纯净师的体验 借此提升学生 愿意主动接触人工智慧科技的意愿 海大资工俗语生教授表示 这次来真名国中研发了一个绿亚的理化教材 透过学生的体验之后 学生感觉到他会透过游戏的方式觉得很新奇 然后对化学反应的部分 比透过影片看到的结果还要效果还要显著的方式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有开发特征方程式的能工智慧的教具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未来也是会在国中这边的话 做一个能工智慧的一个推广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元宇宙虚拟化的实际的技术的部分 然后能让国中的老师们 还有学生们可以有一些 对食物的一些体验 然后学到化学跟能工智慧一些相关的概念 海大资工团队与丰佩的VR科技研发能量 转译郑兵国中老师的教案 在医教学现场学生的体验过后 却加以修正优化 这正是大手西小手理论与实物结合的最佳写照 郑兵VR电工团在 公民记者郑文沛 陈志祥机动室中正区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觉得很叻 不要接着 你 看 你的设计 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 我给你 我给你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你的设计 我觉得很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怎麼這樣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